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2回 杭利眼角一条冲猪鬼说道 不放他离开,难道你还真的想让我带他一起返回灵界不成吗 可是前辈,以他那般样子,你完全有可能把他留下来呀 猪鬼儿眨眨眼睛,声音不觉放低了几分 你真的以为我不想如此做吗 我呀,只是没有把握而已 对方当年毕竟是魔界始祖之一 谁知道他手中还有什么保命的手段为施展出来呢 我呢还打算走上长生大道 可没有兴趣和他同归一尽的 杭利苦笑了一声,脸上也现出了一丝无奈 听了杭利这么一说呀 猪鬼儿虽然比较单纯 但是也听出了杭利话中的忌惮之意 伸了伸舌头不再多问 我放宝花离开呢 其实啊,还有另外一个用意 就是不想一直为其挡灾下去的 六级和兰铺圣祖纵然说先前退走了 但准备一番过后,十有八九会再次捡土重来的 不过只要宝花这位大敌存活一日 他们纵然说怨恨我坏了他们好事,却还顾不上咱们 而宝花经过了先前一劫过后,只会更加的小心 六级和兰铺圣祖想要再次得手,那也是千难万难啊 这些魔族还在纠缠之际 自然是我们马上返回灵界的大好机会 韩前辈,果然身谋远虑,果尔佩服至极啊 诸果尔文言那精神一阵 谢道人却在飞车的一脚笔直站立 脸上丝毫表情都没有 自然呢,更不会发表任何的意见 走吧 虽然以我的推断 六级等人应该呢,会追踪宝花而去 但是也不能不防范,他们突发奇想,杀个回马枪 将目标呢,放到我们的身上 韩利淡淡说道 接着某然的将体内的法力一调 足下的青色霞光一个反角而起 飞车一旦之下,就再次拉着韩利干人等 将密临边缘处积舍而走 同一时间 在离航利等人不知道多少望里的地方 宝花呀,却站在一颗不起眼的山头上 脸色完全恢复得正常 神色更是悠然平静 丝毫看不出有重伤在身呢 他身后处则站着身穿黑色战甲的黑恶 他的气息呢,有些微弱 脸色有些不太正常 但是仍然笔直 一动不动的仿佛一根石柱般站着 老二人在这山头之上 一旦呀,就是半个时辰的时间 丝毫离开的意思都没有 竟然仿佛在等着什么 又过了小半个时辰 天边处波动一起 有一股黄蜂 黄卷而起 并向山头这边滚滚而来 宝花见此情形神色一动 黄黄蒙的狂蜂骤人之间一脸 一个被黄光笼罩的身影 小女是另有要事吩咐的 也没有想到会落到六级和蓝铺的陷阱当中 这一次恐怕要到你的住处 暂时躲避一下六级和蓝铺的锋芒 不过这么多年没见 你的修为也长进了不少 离圣祖境界也只差最后一步了呀 宝花魔光在人影之上一扫 淡淡的说道 当年又不是大人收留 属下早就死无全失 哪还能有今日的境界 现在能为大人效力 是属下求之不得的事情 那六级和蓝铺圣祖 纵然说老天俱华 但是绝对怀疑不到我头上的 毕竟当年在明面上 我可是不多的几位 一直对大人显露敌意的摩尊 并且我和蓝铺圣祖 也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黄光中人影微微一低头 恭敬的说 行啊 你有如此自信 自然最好 看来我招你过来 还真是做对了 好吧 我们马上到你的洞府去吧 六级和蓝铺二人 不会真的这般收手 一定要会再次寻来的 宝花微微一笑 干脆的吩咐道 是大人 请到属下这座魔舟上来 先休息一下 路上即使碰见其他人的话 自有属下来应付 黄光中的人影答应了一声 单手一扬 顺其他放出了一艘中型的非洲出来 此宝物洁白如玉 精致异常 并在周体一侧呢 还明印着几个十分惹眼的魔族经文 隐约显示出了非洲主人的身份出来 宝花看了眼非洲 满意的点了一下头 狱卒一动之后 就带着黑鹅飞入道的州中 并进入船舱当中 各自闭目打坐 虽然说距离上场大战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二者均都元气 大受损伤 虽然是要抓住一切时间 加以调息修养 等黄光中人影 也一个晃动的站到周上的时候 顿时非洲一声呼啸 化为了一道白光 破空射走 几个闪动过后 就消失在了天边尽头处 小半天过后 小身头上空 波动再次而起 竟然从虚空当中 一闪而出了五个人 其中两个人呢 正是那蓝铺圣祖 和那名六级化身之一的 妙龄女子 蓝铺妇人旁边两人 也是两位三十来岁的妇人 不过其中一个身穿黄袍 一个身穿红袍 是样相似 脸呢 竟然和蓝铺圣祖 也有七分相像 而妙龄女子身后 则是一名身材矮小的 诸如一般的男子 一身倒装打扮 下巴留着半尺长然 背着一口枣红色的木剑 五个人刚一现身 蓝铺圣祖当即袖子一抖 里面白光一闪 竟从中弹势而出了 一道白影出来 一个闪灯过后 就画了一头通体雪白的小雕 这小雕啊 飞快的围着山头盘旋了一圈 鼻子微微蠕动了几下 说一个闪动回到了蓝袍妇人身前 口中漠然发出了几声怪异的鸣叫 宝花果然在此滞留过 并且除了那条黑鹅之外 好像还多出了第三个人出来 蓝布圣祖把小雕一收 沉声说道 怎么 还多出一个人来 难道不是那人足小子 只是明面上和宝花分手又悄悄地转了回来吗 妙灵女子一愣 脸上却情不自禁地阴沉了下来 不是的 若是那小子的气息 射灵雕早就识别出来了 新出现的人应该施展了什么秘术 遮掩了身上的大半的气息 但是他也太小瞧我这头灵雕的神通了 射灵雕仍然能够感觉到 其残留的那一丝气息中 有些熟悉 哼 应该啊 是我曾经见过的人 蓝布圣祖冷笑了一声回答道 蓝前辈见过之人 这么说 这个人也是我们魔界中人 应该是宝花隐藏的救党之一啊 这样的话恐怕有些麻烦了 说话之人呢 是那名站在妙灵女子背后的诸如道人 他虽然说身材矮小 但是手脸常然 摇头晃脑 更显得有几分滑稽 但其他人竟然没有流露出嘲笑之色 并且蓝袍夫人也有几分认真的问道 夫道友不用担心 宝花虽然先前重新激发了悬天领域 但是如此一来呢 反让其元气亏损是更加的严重 短时间之内绝对没有办法再恢复法力的 只要他不是马上破戒离开圣界 就算一时躲藏起来也不足为惧 现在他们一定被那新出现之人藏了起来 此人说既然能够这么快的出现此地 绝对不是什么巧合 多半就是居住在附近的高阶的魔族 我们只要一个一个的盘查下来 总能够把他找出来的 蓝姐姐之话有理 夫道友是我最得力的手下 一身神通几乎不在我分身之下 再加上姐姐也将两大化身换了过来 就算说真的再有什么意外 宝花也绝难逃过我们的手心 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让其从这世间彻底的消灭 蓝姐姐你打算从哪些人下手盘查呀 必要的时候说不得也只有错差一百 也不能放过一个呀 妙龄女子的眼中闪过了一次阴历之色 自然是要从那几名原先就和宝花 有些渊源的家伙下手了 他们的嫌疑是最大的 蓝袍夫人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嫌对此呢早就有了思量 蓝姐姐还要麻烦你多动一些人手 将父亲这几座重要的城池的传送阵暂且关闭掉 没有传送法阵 宝花就算是铤而走险 他也是跑不远的 嗯 这个办法可行 行啊 我会立刻吩咐下去的 父亲的几座城池的掌控者和我是有些联系的 应该会听我的话 当然要是再加上你这位始祖的身份压过去 他们自然更加不敢违抗 蓝袍夫人淡淡地说道 没问题 我会和你一起敷衍给附近的几座城池的主人 妙龄女子一口答应 行啊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行动 离这里不远的铜锣山附近 就一名大有嫌疑的魔尊居住 我们呢 就先从他开始盘查吧 希望宝花等人最好就藏在他的洞府之后 蓝袍夫人也不愿再有何耽搁 后期一遍 面在一丝冰寒的说道 接着呢 他大笑一抖 顿时啊 一片蓝霞席脚而出 这个人就诡异的在虚空当中消失了 时间飞逝 转眼之间半年过去了 而魔界的一处靠近荒地的连绵的丘陵黄土之上 一座围墙高达百丈的巨大要塞 正耸立在大片山包的包围之中 这座巨大的要塞占地足有十里之广 仿佛一座小型城镇 高大的城墙之上 隐约呢 可见一对对全副武装的巡逻甲式 在要塞四周虚空中 则有各种的光辖闪动 明显是不知道布置了多少法阵尽致啊 而更高处的高空当中 则一大片漆黑的魔云悬浮不动 但不时的呢 有阵阵的惊人的波动从中传出 韩前辈 是不是弄错了呀 这里真是你所说的防备布严 没有多少魔族助手的跨界通道吗 朱古尔在距离要塞百余里外的一座山峰之后 正看着深浅的一只铜镜 有些目瞪口呆 只见铜镜上阵阵光响是闪动不已 赫然正映照着巨大要塞附近的种种景象 飞快的流转不定着 是啊 的确有些古怪 就按照龙家老祖和灵族那些人的说法 这里的跨界通道应该不受魔族重视的呀 但是现在变成了这个模样 要么是他们一开始就故意的没说真话 诚心的呀 想欺骗咱们 要么就是魔族这边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 突然重视其此地来 在我看来呀 多半的应该是后者了 韩丽在旁边也看到铜像中的景象 淡淡的说道 嗯 韩前辈 怎么会如此肯定啊 诸古儿听了韩丽之言一愣 他惊讶的问道 谢道人这个时候 双手倒背立在一旁 颇有兴趣的望向了要塞之处 竟然仿佛呢可以无视空间距离 直接观察到巨大要塞中的一切 很简单的 前面的要塞围墙虽然高档 但是从墙砖的时间上看 明显的是近十几年才修建起来的 而那个时候我们早就进入魔界了 这自然就不是其他人所下的圈套了 韩丽双目微眯缓缓回答道 哦 原来如此 晚辈一时粗心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不过前辈 既然这里有了意外 我们是否要另找其他的通道啊 没必要 离此地最近有另外一座空间通道 也要有数月的路程 这么长的时间 节外深知的可能性不小啊 一般来说呀 即使这种巨型要塞 也顶多有几名魔尊助手而已 凭他们的力量还拦不住我的 唯一的麻烦呢 就是要塞附近布置的那些法阵 若烧一倍这些禁制滞留的话 那可就不太好脱身了呀 哈利望着四周 隐约闪动的各种禁制霞光 眉头微皱 当初他们进入魔界的时候 是和灵足等人呢 十几名合体存在一同出手 才可一口气的破除了各种禁制 闯入通道当中的 那么现在呢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外加眼前要塞的 要比当初所闯的那一座 还要巨大的多 所不法阵禁制 则也更加的玄妙 诸古儿情不自禁的愁眉苦脸起来 但是自然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说出来 若是你觉得这些法阵有些麻烦的话 我倒是有一门秘书 可以助你瞬间将他们全部破除掉的 就在这个时候 谢道人忽然说道 什么 谢兄还有这种神通 若真的如此的话 韩某自当是感激不尽的 韩某自然大喜过望 行了 感谢嘛 这个倒是不用 虽然此数积极的消耗心灵力啊 你先前那些贡品 所保留的出手的次数 会会一次性的消耗掉进半的 是否真要我出手相助 你想好了再说吧 谢道人面无表情的回答道 这没有问题 我现在只想阿然的返回到灵界去 那些出手次数消耗掉 也没有什么的 杭力呢 先是微微一愣 但是马上不加思索的说道 有了那神秘小田在手 他自然不会顾忌 贡品方面的事情的 行啊 既然这样 你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那我就开始什么时候出手 另外呢 因为此神通过于霸道 我出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 会修为大将一个境界 要是万一碰到其他的强敌 我也只能自保 不可能再替你抵挡多少的 谢道人点了一下头 我又说出了几句 让杭力心中一领的话出来 一般的高级魔族 我自己就能打发了 而大成奇的魔族 圣祖 也不是这般容易碰到的 杭力仔细想了一想 就再次肯定的回答道 行啊 你自己想好了 就成 谢道人点了一下头 不再说话 而杭力微微一笑 就详详细细的开始谋划 闯关的具体步骤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聚集观众收听 寒人修仙传第1413回